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六下午 奥执连继续展开激斗 悉尼FC将做阵主场迎战墨尔本城 后者目前联赛保持不败 同时贵魏领投扬的他们更是攻守兼备 是一队阵防守不稳的悉尼FC 墨尔本城有力大开杀戒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在联赛方面 悉尼FC最近发挥颇位糟糕 因为球队先后输给布里斯本师侯 以及西西尼流浪者 遭遇两连败 同时是本赛季至今的首次连败 西尼FC目前以二胜益和三负的战绩排名联赛中游位置 虽然军场能够攻入1.83球 拥有不俗的火力 但球队防守却令人担忧 要知道 他们军场失球数打二个 攻守有点失衡 另外 西尼FC最近六次对阵 中以2比1战胜牛卡速喷射击 并且收获联赛两连胜 更令人惊喜的是 墨尔本城联赛至今取得五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胜率高达八成 同时球队至今基16分高居榜首 竞争力让人信服 另外 墨尔本城目前拥有联赛最降火力 军场攻入2.33球 当中前锋占美 麦卡伦拥有绝对的开火拳 毕竟他至今常常有波入 以八个联赛入球排名神射手榜第一位 此番他将成为西尼FC后防线的心腹大患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